飞碟说 知识从未如此性感 飞碟头条 被张一至周五更新 这种分离的概念源自英国 就是节目的制作与节目的播出 分别由不同的单位负责 中国好声音就是由灿星制作公司制作 与浙江卫视联合推出的产品 国内的电视台最初实行的是 采编播一体化的生产模式 节目由自己制作 自己播出 缺乏竞争和创新 编播人员队伍繁杂臃肿 有些员工只高几个节目 或办一台晚会就能混吃一年 这种制播合一吃大锅饭的运行机制 造成了电视台效率低下 成本高啊 做出来的节目也没法满足观众的胃口 制播分离是广播电视产业化的标志 除新闻时事 现场直播等节目外 电视台把电视剧 娱乐节目 纪录片等节目划分出去 委托给独立制片公司制作 实现节目制作的市场化运作 有媒体报道 灿星制作与浙江卫视最初签计的合约中提到 如果中国好声音 在每周黄金时段的收视率超过2% 则灿星参与浙江卫视的利益分成 否则 广告商的损失 由灿星单方负担 为了收视率达标 就必须提高节目的品质 这也使得灿星制作不领袭成本 不断邀请大牌导师加盟 精选优质学员 保证节目每个环节的高标准 直播分离 不仅是让电视制作机构和播出机构剥离 真正的目的是引进竞争机制 把给观众看什么 由领导说了算 变成由市场说了算 在你选择之前告诉我你的梦想是什么 一直我也有这样一个梦想 当年会司机 然后拉一拉乘客 感受一下 很有意思 来一段那种标高音或干 我的家在东北 松花江上啊 平常你还有听其他的音乐吗 收集关机上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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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暖暖暖